华为路由H6套装中包含一个母路由,一个Pro版子路由和两个标准版子路由。 母路由置于光纤入户信息箱,俗称弱电箱,Pro版子路由性能更强,建议置于客厅,标准版子路由,建议置于卧室、书房、阳台等。 配置前准备环境,需要光纤入户信息箱到客厅及各个房间之间以预埋好网线、水晶头及线路状态良好。 将母路由装入光纤入户信息箱,接通电源,连接光猫和预埋网线。 具体接线方式,将光猫烂口与母路由腕口连接,预埋网线连接母路由腕口。 家中如有开通IPTV,还可以将线路接入IPTV接口。 接线完成,此时母路由指示灯为红色常亮。 用手机连接路由器默认WiFi,WiFi名称请查看母路由底部标签,无需密码。 连接后浏览器会自动跳转至配置页面。 点击开始配置。 选择上网方式。 输入宽带账号及密码。 设置WiFi名和密码。 根据提示完成设置。 点击下一步。 保存类置。 母路由指示灯蓝色常亮。 配置完成。 子路由极插即用。 将子路由插入网口面板。 带子路由指示灯由红色变为蓝色常亮, 则表示安装正常。 撕掉背面亚克力胶贴纸。 粘于原有网口面板上。 使命入网口面板上。 tot祝 foilantage要可行其中观点。 再 Fallowi的 drone线一辈性 搭越後生活 tempor上。 自命入网口面板上。 皆是智能力吸并槽的语物圆板上。 感谢观看